可纳是小米13 14连续两代成功 激发了厂商对于直屏小钢炮的兴趣 今年的小屏期间多了一些新选择 不过我们今天要评测的这款范的X8有些特殊 它的三维尺寸你说它大吧 那确实不大 但你说小吧 那确实也不小 之前爆料预热的时候 是各种对比iPhone 16 Pro 我还以为是和小米14同尺寸级别 但是发售后一看 6.59英寸屏幕 74.33毫米的机身宽度 咋说呢 你这小屏有点大 那么大家觉得X8这个尺寸算小屏期间吗 可以走一波弹幕 放在X8裸机实测重量在192克左右 胜长要比屏幕更小的小米15更轻一丢丢 机身厚度刚好卡在7字开头 放在今年算是薄到一类了 同样薄的还有这个后摄模组 单看一台手机可能没啥感觉 但是把它和其他大元机型放在一起 就知道薄不少了 今天这个模组设计 我觉得黑色和蓝色都不错 非基图奥利奥 看的比较简约清爽 握着也不那么容易挡手 白色和粉色的DECO 就有种OPPO A3千元机的即时感 虽然说精致度肯定要更好 但是不如上代翻的X7系列来的高级 边框部分材料是磨砂处理 黑色版本细看还有点拉丝纹理 后盖和中框的衔接有做微弧过度处理 和小米15相比 两者握持手感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X8依然会割手 小米15握着就比较润 中框和玻璃衔接的处理差异是一点 机身宽度是另外一方面 官方宣称花了一个亿 将X8的黑边做到了1.45毫米 但是没发布几天 小米15就拿着1.38毫米的黑边来踢管了 这波黑场属于是又被友伤闪计了 不过屏幕二角这块今年OPPO确实 可以说是没有人比我更想iPhone 所以大家是更喜欢X8这种大二角设计 还是小米15这种小二角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这块来自天板的1.5KLTPS屏幕 全屏激发亮度能够达到1600尼特以上 自动亮度策略也是一改之前的保守 200NX造度下可以达到940尼特左右 500NX能到1070尼特 比上代X7是好了不少 而且如果你对屏闪比较敏感的话 那么这一次X8的调光方案就很不错 其实尼特以上是LADYC调光 黑条浅细 战空比高 其实尼特以上是3840赫兹的高频PWM 实测SVM值属于是T0级别 但是我们首发买的这台 白底画面下半部分会相对偏红 尤其是左下角 稍微偏转下角度就有一点上边绿下边红 阴阳屏既视感 但工作室小满另外购买的一台 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屏幕的品控还是差点意思 既然天机上线看OPPO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次 翻的X8的游戏实测 同时对比下X200和小米15 看看天机9400和骁龙8 Elite游戏环节的差距 以及天机调教谁更好 老朋友原神极高渲染的进度下 翻的X8的分辨率是807P 20分钟平均是59.8帧 机身最高是41.8度 功耗是4.4瓦 X200和小米15的帧率也都很稳 整机功耗都在4.3瓦 机身温度在41度左右 看来原神对于天9400 小龙8 Elite机型来说 都已经是能够轻松拿捏了 游染分辨率这块 小米15要略高一些 是831P X200是810P 绝讯定跑图测试中 三台手机的游染分辨率基本相同 翻的X8平均是59.2帧 功耗是4.7瓦 X200平均是59.8帧 功耗是4.9瓦 小米15平均是60帧 但是功耗优势明显 只有4.2瓦 同样天9400 X8游戏过程中 会比较频繁的在53和60之间波动 主要原因还是处理器的频率上限 卡的比较死 X4大核频率上限大多是2.1GHz X925大多数是在2.3GHz上限 平均频率分别是1.52加1.9GHz X200则是X925 大多数时间处于中高频 偶尔标升到2.6GHz X4核心则是动态调频 实际游戏表现来看 X200中的调度更利于游戏的帧率稳定 4.7瓦和4.9瓦的功耗差异 并不会很影响游戏的体感温度 毕竟绝训练是一个比较是大核性能的游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压力最大的新铁 黄金的时刻 这里X8和X200的CPU调度 又和之前绝区运动的表现完全相反了 FindexX8是前面13分钟帧率表现更稳 会更多的去贴近60帧运行 之后出发温控 帧率开始在45和55之间波动 平均是56.7帧 整机过程是7瓦 机身最高温度是47度左右 调度方面 X925超大核 前面13分钟 大多数时间是2.7GHz上限 偶尔标升到2.9GHz X4的频率上限更低一些 之后出发温控 开始降频 帧率也随之下滑 平均频率是2.44GHz加2.02GHz X200则是进入游戏到结束 帧率波动都相对明显 全程都是45到6之间波动 平均是55帧 功耗6.3瓦 机身温度是46度左右 CPU调度方面 X925和X4的频率上限在2.2到2.4GHz左右 平均频率是1.95GHz加1.79GHz 小米15平均是58.9帧 整机过程只有6.1瓦 机身最高是45度左右 算是基本征服黄金的时刻了 从这几台中杯进行测试结果来看 天机有千四对比骁龙8 Elite 游戏环节属于是负载压力越高 能够拉开的差距就越大 我觉得这点很大程度上 和今年骁龙8 Elite双超大核 加超大A2缓程架构有关 比较利好手游这种相对吃CPU的场景 毕竟绝蓄灵新铁这类 实际渲染分辨率还不到800P 当然如果只是王者和原神这类 那么天机有千四和骁龙8 Elite 目前用下来确实差距都不大 最后来说一下续航 当线系统版本的X8 在我们的续航模型中 坚持了7小时03分 虽然说电池容量比X2版的小一些 但这个差距显然也太大 通过对比各个环节的掉电 我们发现 X8在5G视频播放环节掉电异常 重新复测还是一样 X8一小时B站5G视频播放 耗电在10%左右 其他两台只耗电了5%到6% 但是连接WiFi播放 三台机子又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 为了排除个体差异 工作室小伙伴那台我们也进行了测试 同样是5G视频播放耗电高 WiFi正常 所以说只能是零售版X8 当下系统优化的问题了 后续系统更新 我们也会进行复测 今年ColorOS的15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动效方面的优化 是真的不错 比如说打开App桌面下沉 同时高四模糊 多应用快速切换 快速响应 又可以快速打断动画 操作非常跟手 直纳达纳 打开退出动画的轨价 确实有点L4动画的内味了 不过前提是你得到手就关 这个智能切换刷新率 默认设置下 约等于是一个90个刷新率的机子 30个常用App 竟然全部都锁90帧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专门给哪台火龙机型 定制的高刷策略呢 充电方面X8从X7的100瓦有限 变成了80瓦 15分钟快充电量是8.5瓦时 比小米105还略慢些 完整充满需要50分钟 去年黑厂100瓦 反超有上120瓦速度的情况 是一去不复返了 只能说今年这波 硅碳负极大电池机型的充电速度 普遍都有所下降 不过在电池容量和快充速度的取舍上 那肯定是电池容量优先了 而且这次X8还加入了50瓦无线充电 办公桌上有布置无线充电位的话 基本能够保持随时满电 Findle X8为了控制后摄模组的凸起高度 前望长焦做成了类似于iPhone的多重反射结构 薄确实是薄了 那么过单代价是什么呢 答案是最近对焦距离 别看X8的长焦是3倍 等效焦距是73毫米 但是最近对焦距离竟然约有50厘米 如果你没啥概念 那么这是小米15的最近对焦距离样张 这是犯着X7的 而这是犯着X8的 三台手机都是60毫米到70毫米的中长焦 显然X8在原生焦段完全上市的微距近射能力 不过在新版本的固件中 X8新增了一个基于主摄裁切的微距特写功能 但效果肯定是不如长焦微距的 这颗长焦在新算法加持下 日常解析力表现倒还不错 相继油压界面默认的裁切焦段是6倍 对比小米的5倍 画面的纯净度细节都要更强 而如果说继续拉到10倍 望远能力这一块 会和小米15的JN5进步拉开差距 当然对比上代X7的OV64B 放大细看 其实细节还是X7更占优势一些 但是大多数场景下 X8长焦的画面整体观感会更好 上代X7高倍率变焦下 画面会存在一些朦胧感 主摄从前代的1.4分之英寸的LYT808 缩水成了1.56分之英寸的LYT700 白天一倍模式下 三代主摄还是风格差异 X8相对于X7来说 整体的明暗对比会更强些 到了两倍这种比较考验算法的长讲 X7的裁决算法直接拉锡 X8相比X7也好许多 但是和小米15相比的话 X8的两倍整体细节依然有差距 毕竟传感器尺寸上 15的光影力能900 要比MXC6类似物还是大一圈 翻转X8目前系统存在的拍照问题 主要还是夜景环节 有些场景表现正常 但是有些场景灯向的高光压不下来 主摄和长焦都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这组 书城下方的灯牌就拍成了白色 这组X8甚至相比X7还刻了倒车 考虑到是部分场景存在的问题 应该还是算法调教的国 超广角方面 X8是JN1换成JN5 其他两摊都是JN1 爬开分格差异基本没啥差别 当然功能上 X8的超广角多了自动对焦功能 另外就是X8在拍摄4K6帧视频的时候 三颗摄像头都可以实现自由切换 这点确实要比小米15做的好 没有强行阉割 软件方面 X8更新了三组富士胶片滤镜 分别对应CC、NC和NH 最出品的应该是这个NC 不管什么东西被它套一下 都有种浓浓的复古味 那么简单小解下 今年X8系列 无论是首发各种OFN的营销视频 还是产品的外围规格 它和前两代泛车X系列相比 定位出入确实挺大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台 换了新旗舰处理器的Reno系列超大杯 优点是相对轻薄的机身 超载四等边屏幕 虽然说这个尺寸不算小屏吧 但是日常使用其实也还算舒服的类型 配色版本质感不错 另外对于屏闪敏感的用户来说 X8的屏闪表现是比较出色的 三倍前往长焦综合画质 强于小米15的J5 尤其是望远能力上 但50厘米左右的最近对焦距离 基本是告别镜射随手拍了 另外目前系统部分夜景也是有待优化 这个机子最大的槽点还是外围规格 USB 2.0 0809马达 而且虽然国产供应链突破 今年算是超声波屏下指纹的大年 但X8系列倒好 不仅没有超声波屏下 反而在旗舰机上开始普及短焦了 最离谱的是放的X8 Pro 5000档位的机型 6.78英寸屏幕 用的也是短焦和0809 不知道的还以为黑层的指纹和马达 是不是被制裁了 但是转念一想 这1加和Realme都在用超声波评价值吧 建议等后续降价 或者说线下找熟人 便宜大几百再考虑 OK那么看完视频 满分10分 你会给今年饭的X8的综合产品表现 打几分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赞加点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平台逛一逛 看一看 搜索更多优质科模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